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司機金特約,古壇司見 我是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施永青,施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 施先生,這段時間,這個禮拜,市場好很多 市場有很多變化 當然,我們古壇司見觀眾最關心的是兩件事 第一,上星期尾,星期五,中美又轉好 好像有口頭協議 大家很擔心,這次信不信得過 這次美國的態度,其實有比較大的轉變 特朗普以前堅持,有一個整體性的協議 大部份主要問題,都想在協議中寫下去 一次過,做好了 聽完他的說 中國的態度,就是先易後難 搞得電的,就先搞 難搞的,搞完這件事,以後再處理 特朗普之前不斷 可能由於選舉,不算在職 明年才會選 但他都需要我一直說,他要向美國的選民交代 他內部都有些壓力,怕被人談判 如果選民正見,他到處引起爭端 線風點火 搞這麼多事,都沒有成果回來 要拿回一些政績 現在,局部協議也好 先簽了 簽了,有些東西拿回來 我不知道他談得如何 我基本上預計的結果,就是協議內容 美國做的,只是將之前身家的關稅 部分暫停 最好當然是暫停 我想他應該有大部份,加了關稅會暫停 在他做這件事,中國會怎樣買回美國的產品 農產品 增加購買美國的產品 除了增加購買產品之外 中國會開放市場 比美國的機構更容易在中國投資 另一方面,亦會增加對知識產權的保障 令美國科技公司容易收到貸貸 增加收入 這幾個內容,都會放進去 如果這樣的話 世界經濟都有好處 中國經濟,如果沒有受到關稅的妨礙 應該動力會好一點 信心又看好一點 中國一向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火車頭走得動 拖著後面,都會去 所以這是大環境 這是利好消息 會否臨尾放棄 我覺得 因為你的態度已經轉變了 如果態度不轉變 大家硬碰間,沒有好結果 大家都會接受短期,有局部協議 我相信談得到的機會是多 不過這個消息,市場反映了一段時間 但港股反映了一千點左右 也不少 如果進一步落實 因為現在,暫時口頭協議 具體都要兩三個禮拜,才能儲存所有具體文本 可能留給兩位元首 因為特朗普之前,反過幾次口 所以,我剛才反映了大部份 但如果真的有消息,是簽到的 都會彈一彈 我相信現在,在二萬七千點之前 有些增持 增持的一段時間,真的很少出力 就會衝破二萬七千 然後,就要看香港自己的環境 因為之前,你所說的 應該年底可以達到二萬八千五 另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因素影響本地的情況 本地有不同的事情發生 都可以找施生和大家分享 這星期,我們有施政報告 當中有些都是施生和你,很有看法 不如你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施政報告 出來,都受到很多批評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是,他沒有處理政治問題 他沒有處理的說法 可能與示威者、反對派 不是達應你銀行訴求 當然有人不滿意 但這次著墨比較多的是土地問題 房屋土地問題 簽了施政報告的大部份 在未談房屋土地問題之前 我提及現在市場上反應 最強烈的就是 按揭的比例可以提升 這方面,是立即可以起作用的 如果你說增加土地、填海 有段時間都未出現 中長期的策略 短期就是,現在將入場的按揭比例 勝數做得更辛苦 大家上會,容易一點 針對首次置業 以前首次置業都有優惠 如果買按揭保險 最高借到90% 現在,買的房屋 最多是購買400萬 樓下的物業 現在都沒有甚麼了 其實以前應該一早改 不過,以前沒有條件改 一改,引導了很多新的需求 出來將樓價推高,但無法利益 樓價推高,有一批人買不起 所以,他以前400萬 雖然脫節 都沒有辦法推出一個合乎市況的政策 現在,其實經過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之後 樓價有所調整 大家對前景有擔憂的時候 樓價向下,連續跌了6個星期 這個星期,都跌多0.3% 整體的幅度,都是4-5% 大概5% 所以,既然正在調整 即使放多一批人出來 樓價都不會升很多 市場的反應很快 一旦說,可以借多些 樓價便會反價 反價,是封盤 亦有些正在賺樓的買家 怕樓價反價,便會早些落達 所以,這兩天 二手市場的成交,是增加了 不過,是否可以扭轉大局 調整,便會立即結束 我看,未必 第一個,這不是衛及所有市場 衛及上車盤 中小營單位,得益多些 豪宅,未必得益 豪宅,可能要中小營市場 由氣氛影響 另一方面 這些按揭的比例增加 本身只是屬於技術性因素 不是基本性的因素 一個樓市向好 需要甚麼基本性的因素 例如經濟增長快 市民日息 收入提升 負擔能力提升 如果出現這些情況 當然是經濟上,利好樓價 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基本因素 譬如,社會政府認受性高 施政暢信 暢信 有效 大家對這個地方的前景 就有信心 現在,這兩方面 都未曾出現很明顯的好轉 零售熱、飲食、旅遊 現在仍然很低迷 政治上的動亂 平靜了一點 都還未完 明天都還有東西看 但是 人數 特朗普也說少了 另外,我自己接觸民意上 都開始覺得 造成這麼大的破壞 影響所有持份者 連反對派的意見領袖 都在勸人 不要去破壞地鐵 無益 轉了口風 所以,我認為 接下來,情況略為好轉 但需要等它明顯好轉 基本因素才好 所以,現在實際上是技術因素 幫助你容易借到錢 如果你記得,九七之後 實成案件都有 免首期 簽個名,便會給你鑰匙 貴,也一樣不買 前景不好 所以,不需要有首期 就一定會光顧你 要看現在價格貴不貴 看價格趨勢是怎樣 所以,我認為 現在會推高樓價 會害死購買的人 我覺得暫時未達到的程度 市場可能還有少許調整 今日的時間差不多 施先生,可否總結一下 你對最新的股市或樓市的看法 我認為 中美談判 戰日街景 現在欠正式文本出來和簽約 因為特朗普有時會反口 所以,大家未完全反應 如果簽約之後 我相信還有一定的升幅 至於本地形勢 我認為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政府亦會出現一些措施 起碼解決一些民生的問題 如果政治上慢慢平靜 我相信香港 都會 我不怕用反對派用的字 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到6月之前的狀況 很多人都會很開心 多謝施先生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施基金的資訊 或者我們投資的觀點 歡迎來到我們以下的網站 亦都記住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